广州常见的黄文聚敲 今天开一盒黄文聚敲 上次是去年的12月21号换的毒 这个敲甲吃的就比较省 这里有9个 一直没换毒 现在都出来了 给它们打开 看有没有打牙的 看一样是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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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浇泥了感觉 应该是个母猫 它在桌服 黄文的颜色也挺漂亮 放在一边 看一样是悬的 看一样是悬的 这是悬的 跌出 看一眼就是悬的 所以这里也看有些悬的 看一眼就是悬的 这只还行 挺完整的 也是个短牙 匕首型的大牙 大鳄 嘴上比较干 头的手 很干燥 青龙驾鸡 一团 大了出来 9个 找到了 这一批全部羽化 黄神今年就不想再繁殖了 可能生也比较好养 但是没有出中牙和长牙 还有几盒 不知道什么情况 过几天再开 一共是4个弓的 5个亩的 工具床有一个艳绿 其他几个还是有蓝长的 这个是野彩的幼虫 长大以后 成年以后交配的 应该是由广州白云山的 还有广州海珠区那边 一个公囊 发现的 肯定不是今天 但都没有出现理想的中牙和长牙 这已经是第二次繁殖 黄文了 还有几十个 如果有喜欢黄文的朋友 可以跟我联系 这一阵是应该最大的领导 也是像刚出来的 屁股还没有完全收紧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再加点赞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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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感谢观看